欢迎来到虾搞厨房 今天跟大家做一样 我自己平常蛮喜欢吃的 可是我们的家小孩到我家老公 都不是很欣赏这种食物 因此对我来说就非常的可惜 平常想吃就不能当佐料 当一些食材来放在料理里面 那这个呢 其实对台湾人来说 对我们东南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它是菇类菌类的一样食品 那就是木耳 这个白贝木耳呢 跟一般的木耳不一样 我听说一般的木耳就是全黑的 那它的功效 它的食材的营养 还没有白贝木耳的好 那有些人呢降血压 或是降血脂 都会特别采用的 就是白贝木耳 那因为我们家的小孩 对于饭菜里面有木耳的 有黑色的香菇的 全部都会把它挑出来 然后也会有嫌弃的这种眼神 所以通常我就非常少 放在料理里面 那我当然也试过 无论是炖汤啦 或是当卤味 凉拌 都是非常不讨好的 所以呢我只好 知趣一点自己想吃的时候 就要想办法 那我知道我回台湾的时候 也看过很多这种木耳的饮料 那我觉得非常的棒 而且喝起来非常的清爽 那要记住 木耳其实有降血脂的功效 那对于我们上年纪的人来说 是非常好的食品 因此我今天呢 就干脆把这些不讨好的 至少是在我家里不讨好的 不讨好的食物打成姜汁 自己喝 可能有美容养颜健身的效果吧 那另外呢 我自己也会再添加糖类 那糖呢 是去年Christmas的时候 我做的这个黑糖浆糕 那有一阵子呢 我做了蛮多的手工食品 那这黑糖浆糕呢 是黑糖浆快 之后又做了黑糖浆糕 因为我想可能这样是比较方便 冲泡跟饮食 那至于黑糖浆快 那时候就Christmas的时候 都送给别人当礼物了 那这些呢 都可以放置在一两处蛮久的 所以今天呢 就赶快趁我今天打木耳的时候 拿出来当做里面的糖 那这是黑糖浆糕 睡有浆味 那喜欢浆味的人呢 我相信你也应该会蛮喜欢 黑木耳加姜的饮料 那我们先把木耳冲泡 开来之后呢 我都会冲泡几次 之后就放在水里面大锅煮 煮的时候我自己个人 也是会放一些姜片 然后把整锅的这个木耳 跟水就一起下去打 打完了 如果你觉得不怕麻烦的话 可以再让它下锅 慢慢的再熬一下 让它滚开了 凉了之后就可以放冰箱 那这是我个人的做法 那至于可能还更专业的方法 那因此你也可以学习更专业的方法 不过今天就跟你分享 我自己个人的下高厨房 然后拿去泡水 然后拿去泡水 我去泡水 是啊 你能够帮啊 你能够帮啊 那一点 谁能够帮啊 不要 就你会帮啊 我来帮你 那我可以帮你 放入玻璃 放入玻璃 跟柠檬 揉到一半 放入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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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rely放入玻璃 放入玻璃 剪裂 好 木耳浆浆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真的很简单 像我这样子的懒妈妈都可以做成美味可口的木耳浆浆 我相信你也可以 制作的过程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非常的简单 当然如果你喜欢浆味重一点的话 你可以多加几个姜片 那糖就随意咯 我喜欢加黑糖 因为黑糖其实对我们妇女也比较有益处 因此木耳加黑糖我想是上等的饮料 放在冰箱里夏天也是一个盛品咯 如果你家里有多余的木耳不妨试试看 好谢谢你观赏迪波拉下个厨房 我们下期见 就好喝了 你不想吃了 你不想吃了 你不想吃了